俗哥说电影 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惊悚票 午夜人 影片开场 一对穷困潦倒的小夫妻 铁锤和春花 参加完新年晚会之后 开车车往家走 月黑风高没有路灯 加上铁锤的注意力也不记录 咣当一下就撞上了一大图表 两人当时就吓尿了 半天都没好过劲 铁锤说赶快打电话报警 春花说咱这种类型的片子 你又不是不知道 关键时候手机必须没信号 随后两人把大图表抬上了车 准备送往医院 这大图表伤的确实挺严重的 时间不大就断了气 由于两人都喝了酒 到派出所肯定不会有好结果 于是两人一商量 决定先把大图表弄回家 回家之后 铁锤说咱俩都先行酒 两个小时之后再饱晚 再送他上医院 春花说你这搜主意不错 咱就这么定了 这个时候铁锤突然发现 车牌照不见了 铁锤开着车 准备到车货现场找牌照 可刚来到出事的附近 就发现警察们已经赶到了 夏合是车牌的妹妹 晚上happy完 坐着备胎的摩托车 来到了姐姐家 这姐妹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 直接就摸到了车库 这时候大图表刚好从昏迷中醒来 上去就把夏合给摁住 吃瓜的夏合也搞不清状况 吓的是手刨脚灯的 混战中 夏合无意中捡掉了大图表的枪 情急之下 这姐妹盯了光当就开了枪了 大图表惨叫一声 这气氛算是正是杀了情话 铁锤来到车库 从大图表兜里掏出了钱包 钱包里戳了点零钱之外 还有一张纸条 纸条上的地址 正是铁锤和冲花的家 铁锤说 这孙子被咱撞之前 正好再来咱家的路上 这到底什么情况啊 冲花说 那我哪知道啊 铁锤说警察一旦捡到牌照 肯定会找上门 咱俩必须先统一一下口径 到时候甭管警察怎么 你一定要去 就说咱俩刚才撞了一头路 随后两人把大图表 装进了塑料袋 又把车给清理了一下 等着警察上门 很快两名警察来到了冲花家 这个二位在车户里 学问了一圈 什么也没发现 警察走了之后 夏合无意中说出了 自己的小秘密 说那个大图表 其实是来找他的 原来夏合几个月前 谈了一个叫拴柱的男朋友 拴柱和同伙 是专门为老年人做金融投资 但是钱收上来之后 拴柱等人把这些钱全贪污 后来因为分赃不均 拴柱和同伙进行了一场火拼 在夏合的印象中 这拴柱没有出场 这戏份就杀了清了 至于拴柱的这些同伙 为啥要拍大图表追杀夏合 连夏合自己都不知道 夏合说 拴柱跟我说过 一旦他出什么事 让我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先躲起来 随后夏合从床底下 拿出一个包 包里除了一些杂物之外 还有一个印第安的好运木偶 春花宁开木偶 发现里面有一张 山顶小屋的领取单 转场之后 铁锤开车 带着夏合前往山顶小屋 铁锤和夏合走了之后 一位联邦调查局的探员 来到春花家 这位探员 东拉西扯就是不说正事 让春花感觉非常纳闷 喝了咖啡之后 探员终于开始放大招了 春花想先发之人 可探员早有准备 上去就把春花给走个圈了 铁锤和夏合来到山顶小屋 夏合拿着领取单进去取东西 时间不大 夏合拿着个包回到了车上 铁锤一打开一看 发现里面居然装着五万美元 穷得叮当响得 铁锤哪见过这么多钱 激动的心脏病差点犯 当春花从昏迷中醒来之后 发现自己已经被探员固定在了椅子上 探员说 我这人杀人不眨眼非常残暴 我问什么你最好老老实的时候 不然我就给你灌辣椒水上了五等 现在回答我 尸体在哪 你妹妹和你老公去了什么地儿 春花一听 意识到这孙子什么都门清了 于是只好实话实说 探员来到车库 找到了已经嗝屁的大肚脚 趁着探员在屋里瞎溜达的这个机会 春花展开了自救 并且很快就脱困了 当探员正瞎悬末的时候 春花一个老汉摔转 当时就把探员给走蒙圈了 很快 铁锤和夏合带着钱回到了家 春花把铁锤和夏合领到杂货间 说你们刚走这孙子就来了 他知道我们所有的事情 铁锤一听 上去就是一顿拳打咬踢的 可把探员揍得不轻 铁锤说 快给我老实找我 你到底是何放神圣 探员说 我跟你妹妹挺投缘的 我只跟他谈 夏合走进杂货间 说我以为你已经领盒饭了 你怎么又出现了 原来这个探员不是别人 正是夏合的男朋友拴住 之前死的那个大图瓢了 就是拴住派来找夏合 拴住说 既然你已经拿到钱了 那咱俩赶快约走高飞吧 夏合说 心急吃不了热地瓜 这事我得先跟我姐姐和姐夫商量商量 夏合说 只要能放了他 他愿意把钱给平分了 铁锤一听就笑了 说不可能 那钱都是我的 在回家的路上 铁锤打算引导他说谎 欺骗冲花根本就没拿到钱 这个时候 冲花意外的发现 夏合和那个探员都带有同一款饰品 冲花说 他就是夏合的男朋友拴住 那些钱都是他的 铁锤一听也蒙了 接下来 这两口子开始对拴住严信口大 铁锤说光折磨他没用 咱必须得让他那块换 这样才能以绝后换 冲花说 那咱以后怎么办 铁锤说先把大图瓢和拴住处理 然后把你妹妹应安置 咱就可以过咱的好日子 为了防止夏合捣乱 铁锤和春花把夏合捆起来 扔到了杂务间 拴住说 亲爱的你一定要冷静 你自要是听我的指挥 咱俩都能保重命 在拴住的指导下 夏合终于解开了 拴住身上的绳子 可这拴住却恩将仇报 上去就把夏合给掐死了 由于之前夏合的一番话 导致此时的春花 已经彻底不信任铁锤了 夫妻俩正纠缠不清的时候 拴住突然一斧子 把铁锤砍死了 紧接着是春花和拴住的 一场壮博战 要说春花这景儿可真不得了 早已经预料到 会有这种局面 因此提前给警察打了电话 蒙圈的拴住搞不清状况 拿着枪正瞎比划的时候 被警察给击毙了 影片的最后 春花拿着领取单 再次来到了山顶小屋 原来上次夏合来拿钱的时候 那包里可不止五万美元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堂诗押金 金钱虽然很重要 但是取之要有道 贪心不足蛇吞象 搞不好就叫翻票